如何在鐵籠裏面一生一世被抽膽汁 是超過十年前 後來都沒有什麼人提 我以為這件事已經是忘記了 就沒有再發生的了 誰知道到今時今日 不單止是繼續有這麼殘忍的 對待人類 對待動物這個行為 還要是有組織地 歸真堂話要上市 你完全是不能夠相信的 各位我知道今天 我昨晚在Facebook看到 就我們有愛護動物的朋友 就不是太高興 說什麼民陣那裏又搞又行 我們這裏應該會人少些 大家千萬不需要遺憾的 林肯有句很感人的說話 就是人權和動物權是一致的 我們不需要說人權比動物權重要 同樣也不需要說動物權一定比人權重要 尤其是最後這句 我們已經趕了其他我們自己的客人 趕客的 各位 我從來相信很多年來 以為人類最殘忍 最虐待動物的行為 應該就是愚翅 你有沒有搞錯 不用再形容 愚翅拿的過程 但是愚翅 起碼 你說得粗暴一點 是一次過 雄忍這壇事 一生一世 我很感謝David 他在網上 David在哪裏 網上 他有一個中國大陸的短片 是有三個我們大陸的同胞 外戶動物 牠們是沒有很大的危險 大家知道中國大陸的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的程度可以去到哪裏 牠們用了超過三年的時間 選了進去那些養紅的場 拍攝了 拍攝了 然後訪問了 那些人是一路養著那些紅 然後一路吃煙 然後在那裏講話 美國 就是美國 各位 能不能夠想像 一樣是一條生命 我是一個人 牠是一隻蠔 你可不可能想像自己 一生一世 在一個籠裏面 穿著這樣的東西 有個洞 天天有空在那裏 抽你體內的東西 就說是補的 對人類有益 各位 我自己尤其開心 我好幾年來的朋友 有一位 中醫師 朱國棟醫師 朱國棟醫師 朱醫師是香港健康協會 是中醫師一個聯會的主席來的 我就跟他說 中國人尤其是很麻煩的 又說什麼中藥 紅膽 很爽 化妝品都有紅膽粉 有沒有搞錯 對不對 現在中醫師 朱國棟 直接告訴我們 是不需要的 這麼殘忍的 這麼殘忍的 這樣的養紅葉 是人類可以對待動物 是最最最殘忍的一個行為 朱醫師告訴你 無論是任何的中醫製品 實在是不需要有紅膽汁的 各位 朱醫師一直很幫我們的地區工作 是中醫二診為人民服務的 希望大家 以你最熱烈的掌聲 給朱國棟醫師 好 多謝毛小姐 今天在這裡聚會相當難得 亦更加有一個意義 為什麼 大家將我的唐望高少少 在前立法會上面 代表什麼 自由平等法治 眾生的平等 包括我 你 他 包括動物 包括任何有生命體 我們都要尊重 對不對 對 對醫師來說 當然在同中醫的角度 他探討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行醫超過三十年 基本上所有動物性的藥 我是不用的 為什麼 放下所有的大臣 因為我們的草藥 基本上對於強身保健 醫療作用 絕對是能夠做得到的 不單單是紅膽 基本上就算是龜甲 其他我們都不需要 很多人抗癌 要用很多的 威 去做一個的 治療作用 我幾十年來都是反對的 為什麼 你有一個病 我們殺了很多的 威 去挑戰我們的身體 這個公不公道 不公道 當然 有些人是不認識 是不認識 並不是他錯 他只有說不認識 根據他們的聚會 也都告訴其他 市民大眾知道 其他不認識 這一種很殘暴不仁的舉措 我們要掃出社會 掃出行動 在我個人來說 在臨床 探討這個 紅膽的藥方面 在我眾多的例子方面 當然 可以用的 取代紅膽的草藥 不下超過五十至八十種 在我個人的臨床方面 如果我們需要 要用 真的要用紅膽 這種作用的物品的時間 我個人來說 可以抽取了 有幾樣常見的藥品 去作用的 最簡單 銀花 菊花 經常我們使用的東西 大底上 可以超過八十 可以儲代紅膽的作用 為何幾千年來紅膽都有用 因為從一個商業社會 從歷代都是新銷 商業社會 到現在都是商業社會 現在所有的製成品 包括我們的化妝板 所有都是被商人主導了 廣告市場主導了我們的色彩 並不算我們塗化妝板有罪 即是我們不明白 很多的廣告 很多的訊息 鋪天蓋就是講了很多有用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沒有能力 去逐一去理解和審視這種角度 這次我們講紅膽這個問題 基本上我們是中藥 很多都可以取代的 如果大家有份單章 可以看看我的論述 簡單的黃神啊 白雀啊 其他的銀花串連 足夠可以用到 處理這個紅膽 而為何這麼多人用紅膽 因為聲稱可以抗癌 聲稱可以針對乾硬化 針對很多乾膽嚴正的病 很多人就會使用物價高的物品 當當可以令到很多人吹之若霧 以為貴有用就是補 普天之下的話 基本上的話 一條小草 我看一看 有些的炸醬草 有些其他的小草 基本上都有藥用的 牛是吃草的 很多時候村民 在跌打受傷的時間 在坊間做什麼 說得不好是用牛屎的 牛屎敷腳跌打藥呢 相當是有肉 我不是建議用牛屎去敷藥 但是牛屎這種糞便裡面的草片植物 也有消炎陣痛 是起了一個相當的效用的 好了 紅膽大家明白了 我們需不需要用啊 不需要 當然現在仍然在法例裡面 是仍然可以入口的 但這個我們要審視了 交給其他的議員 慢慢follow跟進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在這個立法會下面 去做得用的 是絕對的 我們不需要把他的眼睛撞起來 我們要擦大隻眼 大大聲告訴我們 我們要從這一刻開始什麼啊 停紅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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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慘的 2012月22日 做什麼啊 在我們很多電視法都看到什麼啊 很慘啊 就是歸真堂大很多記者 隱隱若若 思思縮縮 做了很多小動作 讓我們看到所謂 所謂如何取紅膽 紅膽 很可憐的 剛才毛小姐講過 大家叫你蹲在那裡 撞著手 這兩個字呢 你們都很慘的 不是說笑的 好了 今集就讓我們 我們不能夠坐視不理 當然不能夠體視不理 現在就讓我們一起發聲 齊齊起步 掃諸社會 正是紅的哀音 好棒 好棒 好棒